说到仲泰大家的第一反应一定是国产保时捷 毕竟这个抄袭大王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不可谋蔑的印记 虽说仲泰的高管一再强调他们要脱掉抄袭的帽子 可是现实总是啪啪啪的打脸 最近仲泰将要出一款S700的轿车 一听这个名字果然霸气 但是细细琢磨又总觉得哪里不对 后来看了S700的照片终于明白 原来这个S700剑指奔驰的S600 还比奔驰多个100 先说这个S700的前脸吧 大灯和奔驰的S600相似度极高 但是他这个近期格山却采用的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三段式设计 明显把大灯提上去的逼格又往下降了一点 但是把这个标志放在近期格山上的设计 确实也只有仲泰才做得出来了 侧面的话仲泰S700可以说是聚集了大师的风范 线条流畅 匀称 车屁股也很饱满 乍一看和奥迪有几分相似 但是有没有模仿这个小编我就不好说了 这款车的重距为3000毫米 可以说是轿车中的大哥大级别了 状态S700至少满足了你对空间的需求 至于内饰方面 和之前的状态差不多 用料配色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挡把依旧沿用了状态标配的旋转式挡把 方向盘上内线的车标 有点影响车内饰的美观性 动力和老款状态Z700基本一致 小编觉得这辆车最大的卖点就是S700这个名字和这个外观了 但是好多人就是好这口 毕竟只要99000的S700 就能满足你开奔驰的梦想